即使是放松房地产调供众子对中国的稳经济稳增长也不会有什么多大的效果 原因非常简单 那就是现在中国的房地产无论这个行业还是这个市场其实已经进入到一个饱和的程度 那么用一个词可以形容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叫过剩 或者用四个词叫严重过剩 关于房地产市场中国有一个非常热门的数据 这个热门的数据是什么数据 就是65万亿美元 亲爱的朋友们什么概念 65万亿美元是我们差不多整个全世界的GDP之河 现在全世界的GDP之河70多万亿美元 那就是说美国 欧洲 日本 韩国 这些全世界所有的发达国家 他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加起来还不到65万亿美元 那中国的房地产面积有多少 这个数字只有上帝知道 没有人说的清楚 有人说至少是320亿平米 有人说的更夸张 可能早已超过400亿平米 就是可能达到420亿平米 有人做过一个研究报告 全国可能大约只有22个城市 这22个城市的房子可能还是不够的 为什么不够 因为他们有人口禁流入 比如说北上广深杭 还有远海的这些环境非常好 文化底蕴又比较深厚 经济比较发达 这些城市可能他们的房子还有盖的空间 但是整体来讲 中国大规模建造房子的历史已经结束 所以房地产投资的增速肯定是持续放缓 那么2019年我相信 房地产的投资增速在2018年急速上还会进一步的放缓 甚至不排除是在5%以内 中国现在老百姓手上的财富是什么 我们通常讲老百姓手上三大财富 一个是不动产 一个是股票股权的投资 还有一个是银行理财银行的存款 那么这三大类财富 现在老百姓手上的财富分配是什么概念 80%是房地产 甚至有的人是90%甚至更高 100%都是房子 而且我们大多数人的财富已经都被抵押到房子里面去了 房价收入比是我们衡量一个国家房地产是否存在泡沫的一个重要指标 另外一个指标就是租金的收益率 租金的收益率 无论是北京上海北上广上海这些城市 还是全国平均的城市的现在房租的收益率 其实还不到2% 尽管这一段时间 特别是2018年 这个所谓的租金价格在不断的上涨 很多二刀贩子 很多这些利用资本市 利用这个所谓的资金的实力 拿到二手房源 然后拼命的这个抬价 其实在这种情况下 整个租房的收益率仍然是很低的 所以讲到这些数据 我想得出的一个结论 就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无论从投资还是从市场 从整体来讲 这个增速 这个狂飙突进的阶段 已经接近尾声 当然 从上到下 特别是很多地方政府 仍然希望通过拿走房子 来拿走本地的经济增长 这是他们一种非常虚幻的想法 而且我认为是一种很错误的想法 现在我们还有很多政府还想将错就所 还想继续搞 那他们将一错到底 他们将会为中国的经济制造更大的灾难 现在银行贷款的余额38% 是一个行业拿走 就是房地产这一个行业 拿走了全部贷款的38% 这是匪夷所思的 一个国家的信贷 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家的银行信贷的38% 差不多40%是被一个行业拿走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很多做实体的中小微企业也好 为什么融资在融资贵也好 他们拿不到钱 这一个行业拿走40% 38% 我们的房地产市场实际上是建立在沙漠上的 非常脆弱的一个体系 但如果是大家希望投资需求 希望投机 我在2019年再投机一把 在房地产上赚大钱 我想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 我觉得我们的房地产按钮 就知道 感谢观看